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开训动员令 吹响了新一年军事训练的号角 伴随着这一声号角的 是引擎的呼吟声 是冲锋的口令声 是密集的枪炮声 开训即开战 起步即冲锋 今天的军武林距离 我们就走进开训首日的训练场 来看一看陆军合成里的战士们 如何展开全年军事训练的第一天 往内进行这个搜索和清理 步驟再开 摩托化的机动 飞着飞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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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和尚旅的注定 和往年一样 在每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开训仪式在训练场上举行 全军直男员要弘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军事 练强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白天 练英战斗作弘 2022年军事训练 简单严肃的开训动员很快就结束了 这一天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 他们新一年训练的正式的开始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天 离开训仪式现场最近的这个训练场景在哪呢 就在我们面前 在这边呢 部队机关的干部要展开 对这个单兵的电台和北斗中端 这些信息化装备的这个使用的训练 从仪式结束到正式训练开始 20米 大概也就是10秒钟的时间 从部队主官到刚入伍不久的新兵 从装备的操作学习 到最基础的射击 投弹等共同科目 不管走到哪里 我看到的都是热火朝天的练兵场面 而在离营区不远的野外训练场 侦察专业的战士们正在往脸上画迷彩油 看他们身上的吉利服 和藏在伪装部下的微声冲创枪 我知道一场山地环境的武装渗透训练 即将开始 机动支援组在第一向我实施机动 对于侦察专业的战士们来说呢 开训的第一天 他们就要把自己的训练场 放到这个陌生地域 放到野外 来演练他们进行武装渗透的技能 现在在我身边呢 这组侦察兵们马上就要展开他们的作战行动了 来无影去无踪 穿越从山峻里直插敌后纵深 这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 而小队训练更强调的是步调一致 协同配合 才能使整个团队更好地隐藏在山林之间 现在这个小队呢 都在这个树林里处于一个隐蔽的状态 我们看来分成几个组 不看不知道这个林子里藏了这么多人 有几个战士是穿着这个基地服的 所以呢 观察起来更困难一点 不知道他们在什么进去 经过一段距离的徒步行径之后 这支小队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援 这个前面是我们在这边提前 设置好的这个机动力量 准备搭载我们的这个分洒兵 进行一个摩托化的机动 奔赴我们的一定的作战地域 这是我们国产的8x8的山猫全地形车 之前我们在这个朱日坡的草原上驾驶过它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它在这个山林环境当中的一个表现 有了全地形车 这支小队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机动 在草原上能飞驰如闪电的山猫车 面对更加复杂的山林路段 也是毫不费力 我感觉它重新定义了轻步兵铁脚板的含义 不过因为已经很接近敌方地域了 指挥员下令所有人员下车徒步前进 以确保有更好的隐蔽性 整个小队交替掩护 按照预定路线向前进发 而在这条路线上 有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 就是这座几十米高的悬崖 现在小队成员们需要借助绳索 攀爬崖壁 翻越悬崖 在正式开始这个攀岩的行动之前 我们首先我们的火力组会就位 进行一个火力的警戒 我们看到他们携带的是一个轻便的 六十毫米的这个排击炮 曲线打击脚可以对这个山坡后面 或者远处的敌人进行攻击 那么要进行攻击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目标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 先要建立一个空中的一个侦察点 这呢就要靠我们的无人机了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无人机操作手 正在操作这个无人机 准备进行升空 那么这样呢 这台无人机升空之后呢 可以在空中对山顶上 甚至是山后面的这个地形 进行一个侦察 那么无人机升空了 接下来我们战士们要解决上山的问题 这个上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样一个叫抛绳器的东西 它呢可以把这个缆绳啊 从地面通过这个气压的方式 跑到那个山顶上挂住之后呢 我们的战士可以通过攀岩的方式上山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用气动来发射的东西是吧 是的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肩托 这个是底肩发射的是吗 是的 大概是怎么发射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它发射的话 利用这个肩托抵到肩膀上 然后发射之前开关保险 然后激发 就跟这根枪的使用方法 是差不多的事情是吗 行 现在气充满了吧 气充满了 行 那咱开始 好的 走 底肩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解脱保险的 用气体射出的绳索 勾住了高桌的石缝 确认安全之后 第一批战士就出发了 他们的攀爬速度 着实让我吃惊 从抓住绳索到到达崖壁顶端 最快的战士甚至只用了十几秒 请注意 他们还穿着吉利服 还背负了重达十几公斤的武器装备 我想 如果是我来尝试的话 估计又得是爬到半路 被战士们救下来的清洁了 而这个时候 似乎天气也开始劝我 直男而退 这一块我要体验一下 这个战士们的崖壁攀登 本来觉得应该还行 但是现在下雨了 崖壁有点滑 我们重新调整一下绳的位置 战士们帮我选了一条好走一点的路 避开了比较光滑的崖壁 不过刚爬了几米 我就踩滑了好几脚 像一下这个碎石 总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 继续跑 这下雨之后 水面相对比较滑一点 所以姿势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没有办法爬上去修出胜利 尽管在路上休息了几次 但最后几米 一鼓作气 我还是上来了 想起在这个高原上爬的时候 当时班长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最后五米 就是真正考验你这个军人意志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情况也差不多 就需要加把劲了 当面前的战士拉住我的时候 除了心里的一份踏实以外 我还感到了一阵登高望远的舒爽 这道牙壁曾经在我眼里高不可攀 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它 连同心里的畏惧 一起踩在脚下 新年的第一选 对于战士们来说 可能完成了一个 他们习从平常的一个训练项目 但对于我来说 打卡新的技能 突破了自己新的极限 离开了牙壁 我们来到了靶场 一场破息行动 马上就要展开了 我看到战士们正在准备 几台防护型的突击车 想来今天的这场 战斗不一般 那战士们要如何使用 这辆看上去强患威武的战车呢 在今天的这个 开军第一天的训练当中呢 我身后这个训练场 即将进行的这个科目 就相对复杂一点了 大家看一下 我身后这边设置了这个铁丝网 前面呢还有这个三角锥 这边模拟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逼真的一个战场环境 那么我们的战士们呢 要在这边 演练一个 由这个防护突击车 引导下的这个 对前方敌方的这个 隐蔽的指挥所的一个 突击的一个行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首先要有这个 人车的这个配合 同时呢 要有这个各个小组之间 不同的火器之间的 相互协同和配合 所以呢这个 相对复杂一点 是一个连贯的这个训练科目 我们现在的第一组战士是从我们出击车下来之后呢 在这边就位进行一个火力的掩护 加心动动 加心动动 上级已为我开辟通路 先安令 神盾迅速占领通路口两侧 有力地形 掩护 必见 剩下这个队员呢 跟随我们的这个突击车 继续往前行进 那么他们的目标呢 是在前方 要摧毁一个地方隐蔽的一个指挥所 我一趟大家 现在是 现在是利用了一个防空间突击车 作为一个掩护 停在车后 随车呢 随住 所以我们这个防空间突击车上 我看今天还加装了这个 仰护的武器站 其实呢 除了能够提供一个移动 保护的作用以外呢 所以地方出现的这个目标 进行一个火力的打击 所以呢 能够起到一个给后方的 这个武林开辟道路的作用 他们 他们现在这个火气火力还是挺凶猛的 除了这个 单病自动武枪以外呢 有这个火力口 有120的防强火箭弹 那么 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随时对一些比较硬的目标 实际摧毁 同时我们看见到这个 加油 这我第一次看啊 有的这个 不加上加装这个枪头端的翻车器 面对近在咫尺的敌方指挥所 战士们的前路 却受到了几条交通壕的阻碍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清理通道 逐渐地朝这个 我们要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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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重火器的小组 在火力掩护下 迅速散开 对目标附近的火力点 进行碎毁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看到这个前方跟后方 通过这个通信连路 时刻保时的这个紧密的联系 我们的指挥员呢 可以实时掌握这个 前方的情况 并给出这个准确的指令 那么虽然说 整个这个场地是一个 微缩板 但是呢 还太炎亮了我们 在步兵进攻作业当中 许多基础的这些科目 以及这个班组之间的协同 包括人员之间的 包括这个各种火器之间的 这种协同养护 那么 开训第一天啊 就可以进行这样连贯的 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科目 也体现了他们平时的 这个训练学评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 除了前方的人车协同外 在后方 坐镇的指挥员 如何指挥小队中 各个要素相互协同 也是重要的训练内容 而在训练结束后 人车协同的情况 让指挥员非常满意 因为新装备加入之前 他和战士们心里 都憋着一口气 就是我们去年参加了一次演习 就在演习过程中 就是我们担任的是南方 然后红方在实施进攻的时候 就是他们也搭载了这种车型 就他们搭载了车型之后 他们的突贯速度特别快 我们有时候就是兵员的左右机动 去补这个我们防御的漏洞的时候 就会显得很被动 说今年列轮型装备之后 全年上下都比较兴奋 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台车 能够让我们这个 我们连队的战斗力 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 那么今年开训 就是我们在弥补部族 提升自己的一个动员 一个开头 新的一年 新装备融入训练 同时 新的训练课目 也在加入战士们的训练任务单 在这片水塘边 战士们的新年第一训 就迎来了一个 他们刚刚开始接触的 重点难点课目 那就是牵引横渡 这个课目 简单说 就是在水域两侧架设绳索 实现人员和装备的快速横渡 这边我们要进行一个 叫牵引横渡的这个训练科目 反正看我面前这个水域 就模拟一片战场上遇到的这个水域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拉牵引 我战士下水了 这就是在我们牵引横渡当中 提前进入 进入这个水域到对岸 夹设这个牵引绳的战士 这两名下水的战士 就是负责游过对岸 去寻找合适的地方 绑扎牵引绳 相当于为整个小队渡河铺路 然后后面的战士就可以通过 这条横架于水上的空中通道 快速渡河了 除了战士们需要快速渡河外 他们所携带的杯囊 也要通过这条绳索 运送到对岸 这样的重点难点科目 到底有多难呢 我决定让这里的战士 给我来个现场组成培训 体验一把这种特殊的渡河方式 这个科目很考验 我们战士的手臂力量 以及我们的身体协调性 它涉及到手脚并用 连接 衔接 我穿上了必要的装备和护具 然后把自己挂到了绳索上 两个脚再挂上去 好 身体往上拉 把扣子扣进去 扣子扣进去 好 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 把重心放在腰上 这样就可以接力了 相当于是 是的 然后怎么动 然后利用手的往前拉的力量 还有脚内侧灯绳子的力量 内侧灯绳子 一起协同往前面走 这脚有点滑 好 您慢点 大概知道了 行 走 开始几下感觉还挺轻松 因为我发现这个 我这个重量上来之后 这个绳子会被压下了一段 所以现在感觉上是个下坡 好 果然到了水中央 爬行越来越费力 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我突然有点羡慕刚才那几个被拉过河的背囊了 这个好像 不光是这个手啊脚的力量 对核心的力量也有点挺高的要求 想觉得这个腰啊 和土样就特别酸 还有多少米啊 这个时候我才听到原来刚才教我的战士 一直在岸上给我鼓劲 慢慢地我发现背后能看到岸边的杂草 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一些 虽然我的体能情况偏弱 但事实上 战士们在刚开始这个科目的训练的时候 也遇到过困难 也经历了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这个训练是我们重难点科目 我们人员爬得快不快 完全靠我们人员的一个爆发力 以及身体的协调性 考验的就是一个人员的意志力 以及这个手臂的耐力 第一次对我感觉就是我爬到一半的话 就感觉浑身都没进来 就软掉了的感觉 镜头可能拍不到 我现在这个环 就火烧过一样烫 刚才这个爬的过程当中 跟这个绳索摩擦 我现在就是能切身体会到 我们这样去爬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就是前半程可能还挺轻松 但越到后面 就身体上那个体能消化越大 当然开训第一天的训练 也不都是那么激烈的 有的训练场就安静得多 不过在这里 你一样可以感受到战场上的紧张感 这里进行的是一场 战场救护技能的教学 和考核 您可能注意到 这些卫生员急救工作 都是在铁丝网底下展开的 为的就是模拟战场上的情况 正好在这里 我也可以跟教员 学一些常用的急救技能 比如说心肺复苏 是不是敲起来 老师 这个频率可能稍微有点快 稍微慢一点 不过教员也告诉我 战场上的心肺复苏 跟平常生活里的 还是略有不同 他们做这样的训练 也要考虑到战场的特殊环境 这个前提就是必须要保证在没有敌方火力威胁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是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我发现这个技能要学到家 除了要有技术外 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同时也需要一个战士般的体能作为基础 只能下来我身上也冒汗了 就抢救这个商人还是一个挺耗费体力的工作 最起码我觉得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以上 对 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这个人 半个小时那样多少个循环 几十个 我们五个循环一般是三分钟之内完成五个循环 三分钟之内 五十个循环 对 使用新装备 掌握新技能 设定新的目标 寻求新的突破 新一年的军事签订 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在训练场上 我都可以感受到 每个指战员们 对未来一年提升自我 争取胜利的强烈渴望 而正是这样一个个小的渴望 汇聚起来的 就是推动强军事业前进的伟大力量 对这个自己的军事训练 肯定要达到优秀以上 然后对我们的专业训练 尤其是重展点科目 以及战术科目 算是有了新突破 能把自身的 自身所学的东西 教会下面的人 使下面的同志 也能达到良好以上的水平 最主要的意思 把自己自身本领练墙 把武器装备领精 努力提高打赢本领 开信就要掀起高潮 开信就要在新的起点上 有新的突破 紧紧围绕练墙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本领 练应战斗作风 在打牢基础 融入联合下功夫 努力锻造 能战善战的精兵敬礼 为我们今世斗争准备 兴供强有力的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牢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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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